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卧槽的超能力美剧 当年首次上映 就将迷失 越狱等神作吊起来打 轻松斩获北美收视率冠军宝座 片中环环相扣的剧情 更是瞬间让你直呼卧槽 种种新奇的超能力 绝对能让你颠覆任职 即使放到现在 依旧被无数网友奉为神作 就连大名鼎鼎的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曾说过 这就是他最喜欢的剧集之一 他就是当年震惊北美的神剧 英雄 接下来就让刷子带你们走进这部美剧 故事还要从眼前的少女开始 因为戒指掉进绞肉机中 于是情急下他竟将手伸了进去 结果他的右手瞬间就被绞刺 为了防止母亲知道后着急 女孩连忙假装跟母亲拥抱怼毕 不料本该粉碎的右手竟恢复了原作 女孩名叫克莱尔是一名拉拉队队长 可突然拥有了神奇超能力 却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竟从十米高的铁架一跃而下 这瞬间给一旁拍摄的小帅吓傻 可小帅着急地冲过去查看情况时 克莱尔却只是淡定地站起身 随后喀巴一声将给折的右手接了回去 因为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自杀失败 而同样神奇的事情还发生在了比特身上 自从他接触过出租车司机后 就经常梦到自己会飞 可当他将梦告诉正在选举总统的哥哥时 对方却觉得是他得了神经病 可梦中那种真实感却让小帅信以为真 于是为了验证他站上天台并且叫来了哥哥 随后一跃而下 可想象中的他飞起来的画面却没有发生 反倒是他看见了自己的哥哥飞了起来 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了一夜 可当他询问哥哥为什么会飞时 对方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试图蒙混过去 于是他再一次站在了天台 可面对哥哥那带着欺骗的话 彼得却无法相信 不料这是哥哥却用手指的指 但事后彼得再次尝试起飞时 却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 还被吃着冰淇淋的小胖当作了神经病 而就在彼得尝试的同时 远在东京诸事会社的小胖也同样觉醒了超能力